港新张博之被爆秘密 生下第三胎 高龄38岁 努力拼生子 传出就是为了借种转运 狠甩离婚阴霾 还有风飞恋阴影 这个小宝宝 帮张博之以后的人生得以重生 之前传闻孩子的爹市 名65岁的新加坡富豪 拥有一间上市企业 身家雄厚 但现在传出身负可能 另有其人是中国大陆富商 甚至传出张博之跟孩子的爹 其实没有感情基础 只是为了生子改运 当我们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 才明白正是那些痛苦的过往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张博之重返小荧幕 演出电视剧 戏里的台词 似乎也说出了他的心声 但港媒在张博之传出 刚生完不久之后 就拍到他亲自接送 儿子Quintus上学 身材动作完全看不出 像是名产妇 再加上之前张博之的妈妈 走出养和医院 遇上媒体首后 也是连忙否认 让生子的传闻扑朔迷离 张博之年初曾在IG发文 说今年目标必定要伸出宝宝来 5月初期芯片宣传 又传了一身宽松洋装 但对生第三胎 以及神秘恋情 始终没说个清楚 真正假假假假假真正 都没没有分别 最重要是自己活得开心就OK 张博之秘密产子内幕连环报 外界物理看花 三地新闻陈思伟报道 三地新闻陈思伟报道